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盛下半杯水的哲哼 便會淡 若失去缺乳汗 代杯裝水半杯滿萬事半空 我早點了 威姐, 時間到吃飯了 不如我們出去喝茶吧 好, 怎麼樣? 但是一來一回, 怕不怕問? 好, 明姑娘出了去巡舖 我們大把時間放開會凍 出去鬆一鬆, 提高工作效率 爭死 你們有沒有離譜? 有多離譜? 一來一回最多 只有三、四個字 別怪你們不早響 我欠你餐廳, 死了潤腸 淫哥, 走吧 老叔… 你們出去喝茶? 是 一起去? 不要了… 請喬, 我要和你聊幾句 聊兩句真不妨 什麼事?寶叔 這些項鍊的設計圖是你畫的 是, 不是有什麼問題吧? 有, 有很大的問題 讓你們先找位子, 好嗎? 好… 這塊的設計圖 所有的爪, 那個寬度你都沒有標明 還有一個面, 是光面, 沙面還是雅面 賞金還是賞銀 那個扣是用螺絲扣彈弓扣 而是重疊扣 連底怎麼做你都沒有寫明 那又叫我怎麼做? 齊勒啡, 你不是打算考我們吧 這些小事 我一向都是由阿彪叔自己發揮的 那你就找阿彪叔回來讓他發揮 你想我做幾款給你選擇 這些交功課的方式我不喜歡的 阿翹, 我想他不是想你做幾款給他選擇 而是他能夠相信你們的眼光 我做出一個最適合的選擇 顏面領面, 我們幫你想了 那不如出賣設計師的份量 那就是了 他以為你們跟阿彪叔的作風一樣 大家初初合作, 未能摸屬大家的脾性 不如這樣一起吃東西, 邊吃邊聊好不好? 不用了, 各人做自己的功夫 是這裡的規矩, 還有什麼好談? 不是的 有些人是喜歡拿正來做的 那你就黑斑打片來戀肚吧 拿正來做有錯嗎? Ring Sir, 拿正來做沒有錯的 錯是錯在, 有些人不夠了 我說少幾筆, 沒得照著來做 怕露底, 你明白嗎? 你說什麼? 我珠寶會被你這樣的設計圖考慮? 就是了, 開玩笑 你不如勸勸老婆 叫她再去讀什麼在職培訓 對 兩夫妻當然是培訓, 難道在房間睡嗎? 開玩笑 走吧 我設計根本沒問題 我讓她發揮而已, 當你無毒 那個寶叔根本是陰濕小人 借用東西來罵你而已 不是? 但是喬姐, 你為什麼不抹清楚這幅圖? 好像我送文件一樣 你們不說清楚, 我也會送錯的 是呀 是嗎? 你以前的師父, 阿彪叔 我和他合作得不知多開心 他有幾行拿著圖來 抽情我, 說我畫得不夠詳細 就像中醫社藥方一樣 初初鬼畫符 但是執藥的東西看得懂 不是 這叫什麼?默契 不是 就像你老公Edmond哥的設計 夢中情人, 夠複雜了吧 又和阿彪叔夾倒 好, 所以胡叔的老公根本就起了鋼板 夢中情人是我的設計 是你? 是我, 翻了幾個星期 通宵偶心, 你是他的作品 是嗎? 但是我每天都看見阿彪哥拿著這幅圖 和阿彪叔的密針 那時候我和阿彪叔交流一下 喝茶 是不是真的 連阿彪叔也看明喬姐畫的設計圖 所以要馬三幫忙介話 給我一張春卷 好 別顧著聊, 我們去拿東西吃 好… 我煎醬粉給你吃 作為朋友, 我很欣賞你愛吃老婆 但是作為老闆 我不贊成你包庇下屬 其實阿彪很有天分 只不過仍然有時候會耳機一點 如果他沒有才華 你以為我會否容忍到他今時今日 但是他就覺得 同事之間對他的包容好像鳳姐一樣 他就知道了, 你是他老公 你幫他側撈, 是暗瓦底 但是寶叔沒有義務要容忍他 我明白的 不過無論如何也好 寶叔也不應該當這麼多在面前說他 畢竟設計圖相陷 都是兩個很緊密合作的部門 有什麼事應該好好商量才是 好, 原來你在這裡 寶叔, 坐吧 不用… 明姑娘, 那個女人的設計圖 你看過了吧 那你應該心中有數吧 寶叔, 我代替阿翔向你道歉 不用, 如果要道歉要補獲 他應該直接跟我說 明姑娘, 如果在這個星期尾 那個女人還不交一張 令我滿意的設計圖 我不排除在下星期的董事會 向董事長提出要解僱這個女人 寶叔, 有什麼事就好好商量一下 不要把事情搞大 究竟是我把事情搞大 還是你包給阿叔 到時候就等董事長主持公道 進來 老公, 知道你還沒吃飯 買了給你 謝謝 你記得跟他說 我會的, 我待會再打給你 好 阿翔, 我想… 你不是這麼巧, 想喝冰啡嗎 真的這麼巧 其實我剛才看回… 老公, 顧著工作吧 先吃東西吃了, 夠餓了 老公, 你知不知道 我唯一覺得還可以改進的是什麼 工作上的進步空間 是學會煮你最近喜歡吃的泰國菜 那件事反而不用太急 阿翔, 我反而有點擔心 你和同事之間的矛盾 矛盾? 我差點忘了買香茅醃豬扒 不行, 我立刻要打到街市 叫他留給我 你慢慢吃, 否則會胃痛 老公, 你剛才還沒有說話 想跟我說 我想說, 我會留定肚 等待你今晚的香茅豬扒 不要太大期望, 我會很大壓力 我對你有信心 我先出去 香茅豬扒 香茅豬扒 阿琴姐 阿琴姐, 我去買看 我一會兒放中工會來買香茅 我今晚要做香茅豬扒 你記得… 看來你沒有認真地跟他說 多給我一點點時間 這位同學, 你這樣打, 打不夠滑 怎麼這麼刺激, 是不是生肌肉? 不是, 買一吃說我老公怎麼辦 這麼聰明, 請米芝蓮回家煮 馬太太, 很大的怨氣 我被公司那個胡蘇佬惹得我 我本來想跟他吵架 又怕老公難做 你讓我發洩一下吧 連在公司跟人家吵架 也要想老公那份嗎? 你真好 老公一輩子, 當然要照顧他 忘了拿蛋糕橙, 讓我拿去 讓我來… 不要, 待會兒不夠分, 先拿好 行 橙, 有橙 有橙 你不是橙 我是橙 什麼事? 這個女人偷東西 我偷什麼? 你想想拿著的是什麼? 蛋糕橙 這個蛋糕橙是我私家的 我就是嫌這裡的工具, 不適合手營 我特地去法國 訂了一套工具來上課 你不問自嘴, 還不是錯 這位太太 你這個橙上面 又沒有貼著私人物品 就放在那個籃子上 你很難命令人家不拿錯 不是嗎?這麼緊張 請兩個食招來看著他一笨 幹什麼?你以為我請不起嗎? 誤會的, 誤會的 先回去做蛋糕吧 都說好東西會引人犯罪的 真是黑, 到處都穿得很壞 算了, 我們繼續走 拿好拿麵做蛋糕出來 老公吃了會肚子痛的 你真是黑心 真是黑心, 當然是黑心 爛脾氣 又是你 對不起 這不是夢中情人系列手錬嗎? 有沒有弄壞, 就叫他賠吧 賠什麼, 我遲些丟掉了垃圾桶 不是這麼差嗎?這條鏈 什麼夢中情人, 八跪 太太, 請你不要侮辱我的設計 原來你的設計 難怪只有扣這麼難扣 整天勾爛那些 一萬多塊的法國收拾套裝 沒理由的, 那是螺絲扣 怎麼勾爛東西呢? 好, 你自己看看 怎麼會是蛋糕扣的? 我明明設計是螺絲扣的 還有些石 怎麼會是爪箱的?我是逼箱的 到底是不是你設計的? 你回來了嗎?沒有學生龍蛋糕 還有些香華豬扒還沒醃好 你看到這條鏈嗎? 夢中情人是裂頂鏈 剛才我上課被人語言才知道 這條鏈不是我原先的設計 我明明是用螺絲扣的 為什麼轉為彈弓扣? 明明是迫箱的 為什麼無緣無故轉為爪箱? 整條鏈已經不是我的設計 為什麼? 老婆, 冷靜點才好嗎? 如果是剛才那個女人 是落我之前 你已經告訴我為什麼 我想我現在可以冷靜點 好, 你聽我說 你說吧 第一, 條鏈太柔, 螺絲扣太顯眼 所以我替你改用彈弓扣 這樣會比較輕巧 還有, 石得的三十份 迫箱沒有爪箱這麼大體 條鏈是夢中情人 我是故意用螺絲扣配幼身鏈 寓意剛柔相容, 男女相容的意思 螺絲扣也是設計的一部分 老婆, 你不說的話 我怎麼知道你的原意? 你是定級設計師 不用我說你也意會得到, 是不是? 老婆, 每次你放下一幅圖給我 你就閃走了 我怎麼能明白你的心意? 你放下一幅圖之後 標叔有什麼不明白的就走來問我 我唯有用我的理解來幫你收拾 那去年的冬日厭情系列 轉為雅面, 是你的意思嗎? 前年的甜蜜美意系列 都是我和標叔擅自替你改了 梯芳草編人 再前年的四葉草青春系列 快點 原來我是這麼沒用的 老婆, 老婆 你偷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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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翹?怎麼這麼有心打來澳洲找我 表叔, 有件事我想問你 你老實告訴我 什麼事? 我看回我以前的設計圖 為什麼畫滿紅筆和藍筆? 既然你問起我才說 紅筆是我畫的 因為我看不懂, 執行不了 所以用紅筆圈著它 那藍筆呢? 那就是你老公幫你撿那些手衛 其實你老公真的幫了你很多 阿翹, 若果你有心繼續吃這行飯 你真的要生性一點 多用心, 別經常閃 謝謝你, 表叔 真是魚得飽 誰… 不是就是我們咯 阿媽… 這個阿媽… 是呀, 是我設計你們出來的 雖然是你帶我們出來的 但是你根本不疼我們 我一不一畫這樣畫你們出來的 你還想我怎樣? 你畫完我們出來就把人家丟掉 你根本就沒心臭大我們 你有沒有盡過媽媽的責任? 既然不會我們,幹嘛帶我們出來? 你想打的電話暫時未能接通 請遲點再打過來吧 Bamon,你要出去嗎? 我收到保安窗的電話 叫阿翔回公司 打算拿一件外套給他吧 我剛剛沖了一壺凍頂鐵觀音 進來喝杯茶 來 茶行不行? 很香 一壺好茶,除了茶葉本身要漂亮之外 還要配合適當的水溫和時間 這樣才可以泡製出一壺好茶 其實阿翔很有潛質 就像那些好茶葉一樣 熱水對他來說是沒有傷害的 只會幫他發揮到茶味出來 所以我們是不是應該多給阿翔 讓他好好反思一下 幹什麼?像個亂撞光似的 我的薯片、杯麵、汽水 誰這麼划算? 早安 老叔,我有事想跟你談 我有什麼事跟你談? 冤又頭債又煮 你之前這樣踩我 我要一次還給你 你之前畫得很適合,我的圖片比較浪費 我已經通宵改過它了,你過一過嗎? 你真的畫過了嗎? 我解釋一下 旁邊是用35至40份的石爪雙圍邊 爪0.7闊,光面 面上金,邊上銀,花邊磨砂 你興奮了東西還是上身? 明Sir 我尾七 這個底架我想用流控 這樣可以透光一點 加強一點石的折蛇度 你之前不是進了一批 又白又好火的好東西嗎? 別浪費它 你怎麼知道? 我早知道你想留一批 等好東西才拿出來用 我也會設計不失禮的 別說了,一點點意見 不如把這個托托托托托托 那是不是還可以勾出一個形狀呢? 是呀,果然有料到 師父才是師父 師父 不過這樣,你整個帽子改過了 要多用一天 多用兩天又何妨 只要設計是好的 我多做點功夫怕什麼? 寶叔,你剛才說只要什麼好 我聽得不清楚 你再說一次 你聽得到的 我真的聽不清楚 你再說一次,什麼好? 你… 我還沒說明了 設計好,你是不是設計好? 老叔,你說設計好 明姑娘 甚麼事… 挺好的 你每次都這麼說 現在換了螺絲托托 保證不會再掉了 沒想到你真的替我設計好 整條鏈都不同了,漂亮很多 你看看 來 真的很漂亮 當然 龍福出品必熟好東西 當然要加上我的設計了 好,我這條的扣子也有點滑滑的 可不可以幫我修理一下 你這條是黎德快豬寶城的貨 那是做不到嗎? 拿去我們門市吧 凡是能進來我們的店 我們都會提供最佳的服務給他們 小問題是你 這樣又不一樣 稍後我去店裡 好 甚麼臉都回來了 不是說我自己賺自己的 現在我心中充滿小宇宙 沒甚麼難得到我 請問,請問,請問 井橋,你這幅圖 我又是看不懂哪一塊打哪一塊 你現在在哪兒 馬上回來解釋給我聽,麻煩你 你想打個電話 暫時未能接通 請你遲些再打過來吧 你說自己的小宇宙很厲害 甚麼都難不倒你 現在甚麼時間 小宇宙也要休息 有水果了 手蠻搶不到靚的 小宇宙 曾經有個創作人說過 要做一個出色的創作人 要他給他三個條件 第一,是天賦 第二,是經歷 第三,是專注力 我這位朋友 第一、第二樣有沒有我就不知道 不過第三樣肯定沒有 為甚麼 大家看看 我真的替他老公擔心 創作人 未了解 怎么抱落 欢心太阁 参加半杯水的测红 便会多 若失去决于看待杯 葬水半杯满万事 半空